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今早我走神韻時 聽到街坊說 原來我本來有樹莊環保狀方式 都很好 一個人離開後 又可以回歸大自然 我也有看到報道 原來在2015年的時候 已經有環保狀服務 而市政署還在2023年 推出花園狀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好啊 申請人只要填妥和遞交表格 帶同自己的身份證明文件 和線人的身份證影印本 以及骨灰火發證明 遞交到市政署核下的服務中心 就可以完成申請步驟 之後等待審批完成 在環保狀儀式前最少一個工作日 將線人的骨灰和收據 交去坦仔沙江市政墳場 就可以進行儀式了 我還知道市政署 是有不定期的免費盜賞活動的 有不定期的免費盜賞活動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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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環保狀的導賞員 我負責帶你們參觀這裡的環境 以及講解移籍 首先我們會將先人的骨灰 放入這個可降解紙袋裡面 放完之後我們就會放入這個狀穴裡面 這樣就可以先人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 還有一個寓意的 是福任後人 市政署可以將先人的名字 刻在紀念石碑上面 這樣的方式 對環境有多友善 不用消金人醫治 環境沒有那麼大負擔 而且手續簡單 現在還豁免收費 環保狀還可以回歸大自然的一種方式 令生命可以延續下去 是的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環保狀案資訊 可以致電2833-766度查詢 環保花狀新方式 生命回歸大自然 詳情可致電2833-766度查詢